特朗普采取联俄抗中战略,这是一个有意思的话题,如果特朗普依然把中国视为最大的竞争对手,或者说是把中国视为第一打压对象,利用特朗普曾经的友谊缓和对俄关系,甚至是最终联俄抗中也并非不可能,可问题是他想不想是一回事,能否做到则是另外一回事。 特朗普上一任期之初,就对俄总统普京是赞赏有加,并积极于通过元首外交,以建立特朗普友谊小船,其外交重点就是主动与俄罗斯建立良好的关系,事与愿违,非但没能改善美俄关系,反而因为美国内部的强烈反对,而恶化了美俄关系。 这一次特朗普捐赌重来,在总统竞选期间就一再的强调,当总统后24小时内,结束困扰俄罗斯的乌克兰战争,还一再强调其与普京之间有深厚的私人友谊关系,重要的是特朗普还反复强调,要对所有中国商品加征100%的高关税,也强调对全球所有商品加征10%的关税,就是媒体如何削弱俄罗斯。 这就是人们有理由相信,他上任后一向重要的工作,就是重塑美俄关系,在与中国采取对抗或遏制战略的情况之下,联俄抗中,至少是疏离中俄关系,这完全是有可能的,正所谓天下大事,和久必分,分久必和,既然是中美俄三国演义时代,为了取得盛世,三方中任何两方联手也完全在清理之中。 既然中国是美国最大的对手,而中俄目前又呈现的是联手抗美的姿态,缓和或加强美俄合作关系,共同针对中国,自然也算是一个正确的战略选择。 至少要通过积极改善对俄关系的方式,疏离中俄关系,避免中俄联手抗美合作进一步增强。 然而想不想是一回事,能否真正做到则是另外一回事? 这既要看目前的事与事,也要是美国的终极战略目标而定。 首先冷战后美国一家独大,也就开启了美国独霸世界的时代,正是这份辉煌和荣耀,使绝大多数美国人特别是美国政客们,陷入了一种思维模式。 那就是以为美国有能力永久性独霸,美国的战略重点,就是一切以维护美国绝对的领先地位为出发点,不仅是要利用霸权来更好的发展美国,更要利用霸权来打压一切有可能对美国实现超越的国家。 这就是美国国家安全的真谛,中俄不行,美国的盟友国家也不行,当独霸已经成为美国政治和社会生活的习惯, 就不会再与任何国家平等相待,美国思维中的联手或合作概念,那就是美国领导或主宰一切,实际上就是美国优先和美国例外主义的思维根深蒂固,就算是想与俄联手,这个联手也是在美国领导下的联手。 联手或合作的对象,要么是美国的棋子,要么是美国的炮灰,俄罗斯虽然实力不及,但好歹也是世界第二军事强国和第一核大国,重要的是俄罗斯战斗民族的性格以及帝国野心, 也决定了不会甘居人下,更不会任人驱使,特别是普京正在把俄罗斯带入强国轨道的情况之下,俄罗斯不会只甘心于当棋子或当枪使的,美俄要形成联手之势,就必须是平等合作,而这却又是美国不可接受的合作, 美国更怕给了俄罗斯休养生息,而迅速复兴崛起的机会,因此美俄是不可能形成联手之势的,这是两国的终极战略目标所决定的。 其次特朗普上一任期的时候,曾经一度与普京建立起非常好的私人关系,也一度想联手或稳住俄罗斯,可是正因为这一举动不符合美国国内的战略思维,所以才有了通俄门事件,特朗普为此还受到了弹劾。 如今美俄在乌克兰已经打了三年多的代理人战争,俄罗斯正在取得绝对的战场优势,或者说战争形势对俄特别有利,没有削弱俄罗斯不说,还打造了一个更加强势的俄罗斯,一旦与俄修好,那不但空费了巨大投入,更浪费了三年的战略时间,还有可能使俄罗斯更加快速的复兴崛起,就算是结束了乌克兰战争,就算是减少队伍的支持, 美俄的敌对关系是不可能缓解的,也就是说美国内部不会允许特朗普缓和对关系,更不会完全放弃乌克兰。 如果特朗普一意孤行,很可能就要面临第二次通文门调查和弹劾,不甘心惨败的民主党可一定会寻找时机,对特朗普进行致命一击,这一点特朗普不会不知。 其三,乌克兰战争不是特朗说结束就结束的,草草地结束乌克兰战争,可能对美国更有害,尽管乌克兰战争是对美国的巨大消耗与牵制,可既然打到这个份上,就轻易难以结束战争。 尽管特朗普一再威胁要退出北约,可毕竟欧洲是美国维护全球霸权的重要力量,一旦美欧分裂,美国就更难控制住世界局势了。 这场乌克兰战争,完全是愚蠢的泽连斯基和乌克兰人自己惹的祸,让乌克兰割地求和,恐怕是万万不能的。 重要的是一旦以割地求和的方式结束战争,泽连斯基是肯定要受到清算的。 目前泽连斯基和乌克兰人之所以还有斗志,就是还心存把欧盟或北约国家拖入战争的一丝希望,让乌克兰战争外溢或扩大化,这是唯一的希望。 对于欧洲国家来说,乌克兰枪声异响,就意味着二战后建立起来的欧洲安全秩序的彻底崩解,也就是说欧洲目前不仅要面临的是战争问题,还要面临战后秩序的重建问题。 就算是结束了战争,对俄的制裁是否解除,与俄建立一种什么样的新型战略平衡关系,美国在新秩序的地位,中国会发挥什么影响力? 这是都要考虑的,如果解决不了这些问题,那俄欧就依然还处于敌对状态,欧洲的安全秩序就无法建立,欧盟和北约的分裂情绪就会不断加剧。 这反而是给了俄极加的喘息机会,一旦缓过气来,俄将更加强势,乌克兰战争不打出一个结果来,欧洲就永远无法正确面对俄罗斯。 所以说乌克兰停战后的美欧恐怕更麻烦,长期的军事对峙对欧洲是一个极大的消耗,欧洲就难以制定有效的全球战略,更难以在世界变革中发挥应有的作用。 欧洲毕竟是美国霸权战略的大本营,欧洲局势不稳,美国的全球战略就难以为继,或者说重新布局。 因此拱虎乌克兰战争等于是破裤子铲腿,这是美国人愚蠢至极的错误,其次俄罗斯也未必希望现在就结束战争,如果美欧不接受俄罗斯战争之初制定的行动目标,俄就不会结束战争。 关键是乌克兰的战争潜力与意志,已经是消耗得差不多了,而美欧在气势上已经明显地成衰竭之势。 如果美欧不能更坚定支持乌克兰,俄的优势还会继续扩大。 普京早就说过,俄是不会放弃在乌克兰已经取得的胜利成果的,意思就很明白了,俄军打到哪里,哪里就重归俄罗斯了,只有吞并更多的乌克兰领土。 俄这几年的战争付出才值,否则普京都无法向国人交代,甚至于俄都有可能发生内乱。 以上这四点就表明,乌克兰战争不是谁说停止就能停止的,乌克兰战争停止不了,特朗普如何与俄联手? 重要的是特朗普总不能与普京一起联手,推动建立欧洲的新安全秩序吧。 实际上就是一句话,美俄的矛盾是不可能化解的,就算是不考虑以上这些因素,俄也不会与美国联手。 美国独霸世界的战略不会自动放弃,只要不放弃这一战略目标,俄罗斯就永远是美国的打压对象国。 这一点普京是应当非常清楚的,尽管中俄也存在着大国利益之争,可毕竟中国没有帝国的野心,毕竟合作共赢和建立命运共同体,才是中国主旨。 也就是说中俄合作是平等互利的合作,中国没有在乌克兰战争中对俄罗斯落井下石,就表明中国才是俄合作的最佳对象国。 特别是在实力明显不如美国的情况之下,中国才是俄罗斯可靠的肩膀,在俄罗斯实力上没有达到一定高度的情况之下,与中国合作才是最可靠的。 在推动世界变革,或者说在推动建立多级世界格局的大方向上,中俄利益和战略是一致的。